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五 也是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结果今天我们的大盘 来 如果单纯的以大盘来看 你会这样子分析吗 所谓今天大概就是一个小平盘 但是如果投资朋友看一下涨跌加速比 你会发现不管是集中市场或者是贵买市场 今天都是涨加速多过于跌加速 慢慢的走回多方结构 跟前两个交易日比起来 今天算是相对的强势 然后今天是挤挡全职股市偏向于休息 台积电休息联发科跟休息 但是一些中小型的相关概念股 其实我认为今天的走法非常的稳健 我们就先来看今天31号我们怎么样带会员去操作 来首先第一件事情 早上9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跟投资朋友做一个中长线的规划跟分享 首先我们先去估了 今天还是一个震荡盘的几率高 所以千万不要上当 千万不要看到说今天的大盘好像10点之后曾经拉过一波 你就会认为说今天就要开始展开大反攻回弹300点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盘式 健康的盘式今天应该修正然后怎么样 但是个股是要有表现像今天的早盘 我们也交代一下我们手上的持股 2354的红准 当然也是因为黄仁勋的金字招牌 以挥达的名义请客吃饭做上席 今天都有表现 来我们一档一档看 2354的红准今天再冲高 当然今天因为红海 本身并没有进行强势拉抬的动作 我们说健康的盘式 真正的爆点应该是在下个礼拜 Computex站 我们先拉回来讲 所以今天的红准再一波的冲高 它的多方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会员朋友交代一下 今天的盘式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构 也顺便稍微厘清一下 目前为止我们的持股状况如何 来2354的红准又创高 又崇高了 这边其实就是会有一些族群不受影响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步调操作 其实我们都没有改变 那今天如果是修正的 下周配合Computex站 再进行一个上冲 那才是最好的剧本 先交代这段期间 我们接下来需要操作的重点跟族群 以及我们的步调 族群我们就写在测标了 三大族群 对照一下这段期间 我们在节目上跟您分享的个股 是不是就集中在这三大族群 机器人 散热以及先进封册 回过来讲 来发完这封讯息之后 今天的十点半 我们再补一封讯息给会员 恭喜我们底下的机壳散热厂 6117的银广再攻掌停板 来看一下6117的银广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你说今天的银广 是不是被6125的广运给带上来 我们讲了 黄仁勋的金字招牌 昨天请徽达燕 广达是有受 不好意思广运是有受邀的 广达有受邀的 广运也有受邀 今天一开盘先拉一根涨停板 同时第二个好消息 广运今天是开股东会 前段期间我们在节目上有讲 今年的股东会 其实偏向于乐观了 就是只要你针对下半年的展望 是正面看待 股民是买单的 股民买单加上黄仁勋金字招牌 两大题材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梁广总督第一档广运 今天再冲一根涨停板 很正常 然后6117的银广 你以为他没有行情 10点过后给你一根旱地拔冲 到目前为止 涨停板架锁了 大概是1万张要买买不到 是不是再冲高 前两天 如果你看到6117的银广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应该会想 我全部先卖出了 那这个部分 其实就不叫按表操课了 因为今天按表操课 不是你按照市场的氛围 不是按照你的情绪去操作 而是按照个股本身的结构 产业你中长期的规划 刚好我们准备了一支VCR 昨天我们在节目上 直接跟投资朋友铭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导播请 另外两档像2354的红转 今天股价其实也是休息 我们照样分析 这一档个股目前为止 我们还持有 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很清楚 另外一档6117的银广 这一档个股我们还持有 因为我们早就立于不败之地 昨天算一下绩效 帐上获利50% 来照样分析 今天个股进行一个修正 没有问题 这个绩效你就自己帮我们扣回来 50%减3% 你说指东老师这档个股的 目前为止获利只有47% 那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实际的绩效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昨天的银广没有涨 下跌3% 我们在节目上 有没有币有没有散 没有我们就直接跟你明讲 这一档个股我们还持有 所以今天来 今天银广 耐不住性质的人可能会说 那今天的早盘我就卖一卖 或者是昨天已经卖一卖 我少赚一根 因为我说了 我的个性其实就有点龟毛了 按照我自己的规划 我们当然是有多少 让会员赚多少 明明就结构上没有问题 甚至我们讲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6月12号还是13号 他也要开股东会 人家都还没有开 广运刚开完 股价就直接这个地方 open book给你看 会有一根停板 银广还没开 所以你说他的结构出现问题了没有 我们看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就先续报 所以今天麻烦帮我们把 押回来今天一根停板 龟毛老师的做法 当然是按照自己的步调跟节奏 没有我个人的主观意见 当然我以前心态 其实也是会七上八下 会认为说 已经赚了还蛮多的 要不要出一下 结果发现讯号没有出现 我们就先续报 这才是对会员最好的交代 本身我们操作 都有我们自己的定件跟结构 不随着市场摇摆 这才是会员最喜欢的 所以今天来 今天5月31号 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有没有带会员朋友们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答案是有的 到目前为止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讲 恭喜6117的银广 再供涨停 波段获利超过60% 昨天修正的个股 今天全部都走回自己的结构 来银广今天很漂亮 先洗一下 把当冲客隔日冲客 全部先洗下车之后 再来一根旱地拔冲 这是最漂亮的结构 帐上获利波段获利超过60% 与您一同分享 散热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 当然也不是在这个地方 跟投资朋友讲 哇所有的个股只要一波上来了 你永远都不要卖 倒也不是这样子 来我们一个一个讲 首先我们今天也是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说今天的盘是不要上当 今天是震荡盘 所以我们同样可以两边赚 这个部分我们先额外交代一下 来交代一下 因为平常我们在做股票之余 很多的会员是股票跟期货 两边同时做 像我们今天的期货 其实是放空 来跟投资朋友交代一下 我们挂21515 今天绝对穿价成交 做空一笔空单 今天其实是空方筹码 微微的占优 来今天是不是压力盘 所以也提醒投资朋友 我们要懂得从江波图 剔个图 看见今天的行情走势 到底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是压力盘 第一趟先赚一波60点 第二趟后面这一波的下沙 也算是超跌了 所以今天大盘没什么意外 大概就是狠狠的先洗你一次 尾盘直吻 这个是大家从教科书 常常看到的运行模式 今天的这个大盘 也没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 它就是按照教科书 老生常谈的走法 结构很正常 讲还期货的部分 我们再拉回来讲 你说今天为什么大盘 好像跌的稍微多了一点 记不记得昨天我们提醒你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叫做航运 当时这个我们就不放VCR了 因为我们讲的是叫你要小心 讲的是哪一档 来2609的扬名 我是不是这样子讲 如果以长线来看 没有错啊 讲的都对啊 股东会讲的都是正确的 运驾的高峰期会出现在第三季 因为本来就是传统旺季 甚至现在是全球大抢柜 所以本来以结构来讲 在被处置的时候 股东会正常的分享 正常的讲后续的产望 股价会跌高 但是这不是主管机关喜欢的 甚至又有个新闻消息 在中国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禁令出来 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就姑且观之 因为后面我认为其实还有得谈 先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 如果以筹码面来看主管机关 其实也不喜欢个股 在这个地方给你关紧闭了 你还大拉特拉 这一次大拉特拉的 其实是万海 人家我认为这也不是原本 他原本的剧本 他就只是照实的在股东会讲 我们的旺季应该是在第三季 这个也没什么 也没有特别碰风 也没有特别看衰 就是很正常的预估 我们讲过嘛 他现在倒过来 在处置期间就拉高一波 大家还以为说出关 那不叫猛虎出闸 正好相反 因为他抓准了散户朋友们 这样的心态 你说关紧闭就这么凶了 出关还得了 他就刻意在出关的那一天 直接全部把货给你 这是现在主力喜欢的做法 那这个部分 我们是以教学的心态 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的心路历程 讲好 我们没有讲说 哪一档个股现在这么做 我们在这个地方澄清 只是我们常常从研究过去的线图 会发现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手上是没有航运的 前段期间就没有推荐 也没有分享 为什么 分盘交易就不好操作 一出关 常常就咚 这样子 今天是不是如我们的规划 都是这样子走 没错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顺序反而是这样子 你要知道运价的上来 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目前为止大抢柜 抢货柜里面总要放东西吧 放什么 以我们台湾来讲就是放电子商品嘛 所以应该把资金回到电子族群才是对的 资金目前为止正在做一个轮转 从航运股抽出来 重新回到电子股 所以今天我们手上的个股才能够续标涨停 来 甚至机器人相关概念股 当然了 我们是举例 因为现在这个位阶 你说难道 梓东老师推荐我们去买广名吗 前段期间 我们说索罗门开始进入休息 变成腰股了 不追 现在广名 你说这一次广达不是也受邀吗 难道黄仁勋的金字招牌不亮吗 亮的 但是回过头来 这个位阶了 难道我叫你把你的资金重压 大压特压去买广名吗 那就有一点点不太对了 操作的节奏就不对了 像前段期间 我们也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哪一档个股 昨天8027的泰森 这一档个股 我们说先赚一段40%的获利 有进也有出 来 今天先稍微瞄一下 我说龟毛老师 其实也有龟毛的好处 昨天不卖 你说今天跌的很凶吗 其实也没有 只是他今天 如果你个股大部分的资金 还在这一档上面 就显然比较没有利用的效率 应该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所以昨天我们先出新一趟 出的也还算不错 也不会过度贪心 这个部分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的操作都是 待进也会待出 出一档再进一档 出一档再进一档 这样子保持着我们操作的节奏 你的心就不会乱了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个股我们先卖 有一些个股我们持有 原因在这个地方 来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说 不要追广民 不是我们不看好机器人 所以我们列在测标 而是你要买 第一档发动的机器人相关概念股 来 这才是今天我们节目 要跟投资朋友分享的重点 重点在这里 今天有一档个股 我们把它称之为广民第二 记不记得刚刚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跟投资朋友怎么分享 我们说最好的剧本 今天不要发动 因为下个礼拜二开始才是Computex 你提前发动 就跟现在的航运一样 有点气力放进的问题在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 电子族群偏向于震荡休息 那是最漂亮的剧本 今天的剧本就很漂亮 给你怎么样 加码用的 好有一档个股第一个 它本身就有参加Computex 所以是有机会的 然后如果你去研究个股的结构 你会发现 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操作步调 不追高 而是从第一档 挑一档个股 好好的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这一档个股 我们也稍微讲一下 它如果要分类的话 应该是分类在工业电脑相关的领域 但是现在工业电脑 好几档了 像是凌华 或者是甚至索罗门 有些人都这样子分类 归类在工业电脑族群 工业电脑就是我们讲的 其实鸿海广达早就在做机器人 为什么今年的AI机器人 慢慢的才开始进入一个正轨 原因是因为当初 我们说其实像前几年 跟软银合作的Paper机器人 那个后面其实还是人为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操控 那不叫AI机器人 表示你后面的算力 你后面庞大的运算机制 其实这个部分是都没有处理好 所以为什么今年讲到机器人 才真正开始有行情 能够处理机器人庞大资料算力的 背后就是工业电脑 所以族群是这样子的 来所以回过头来这一档个股 原本是归类在工业机器人 相关的概念股工业电脑 但是我们说它跟几个大厂 跟几个重要的全资股 研究视觉感测的部分 开始十年模一件 我们称之为广名第二 那我们分享完基本面 分享完技术面 我们说买股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看什么 难道是看分析师在这个地方 讲的多精彩吗 不是 我们没有个人的主观意见 按表操课 是不是跟着主力同步进场 那是最安全的一档个股 从第一档开始发动 什么时候开始转为多方结构 前段期间当主力都没有操作的时候 股价也不太会动 主力刚刚开始进场的这个时刻点 开始大吸获得这一个时刻点 就是你进场的关键时刻 所以请投资朋友好好留意 今天我们跟你分享几档个股 说如果你不是会员 但是你看我们的节目 老师我手上有银光 也听你昨天分享的好险我没有卖 老师恭喜你 但是这个部分提醒一下 操作股票不追高 甚至我们讲为什么很多人 昨天去卖了这些相关的个股 今天给你全部涨回来 不是你的操作结构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挑到这些个股跟族群 表示你也做对的事情 你也没有做错啊 为什么少赚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人 难免会有一些心情的起伏 秉除掉这一块部分 你就能赚更多 所以这一档个股今天 我们才会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节奏 与投资朋友与您做一个分享 有兴趣的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投资朋友现在可能一边看着我的电视节目 因为也许你是看YouTube 或者是你看的时间比较晚 也许你同时搭配今天晚上的PCE 个人消费支出的部分 其实昨天我们有讲过了 我们说今天为什么有一些个股 像今天是涨加速度过于跌加速 为什么有一些个股 还是能够续标 一档一档的分析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讲清楚 像我们有讲 如果你今天看到PCE的数字 还是偏高 那你要注意几个细项 如果是因为商品耐久财的部分 我们稍微警惕一下 但是上一个月 其实在商品耐久财的部分 来导播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 蓝色的这个横柱 是上个月的状况 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都已经慢慢的开始受到控制了 重点是 那你说蓝色线上个月 哪边出现问题 在服务以及金融保险 那我们有讲过 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 他敢砍基本薪资吗 不敢甚至还加薪 所以在服务的这一个项目 当然这个部分是攀升的 但是这是人为刻意控制为之 一切都在规划之中 另外一个部分是金融保险 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是因为去年年底 美国拉高了国民平均的保费 美其民是说希望有更好的医疗品质 那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是在金融保险的这个细项 也不用过度的反应 所以你有沒有发现今天个股 全部都走回自己的结构 另外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 像大家可能看一些新闻 最近都在讲 我们的黄仁勋到底又去哪边吃小吃 吃了豆花 吃了猪脚 到处去吃 你会统计一下你的美食地图 回过头来 财富地图当然才是更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也额外讲一件事情 因为前一段期间 我们也有带投资朋友们 去买进 迎建相关的概念股 像是天刚集团里面的金成怡 一个波段 都是跟着趋势走 这比较重要 那我们讲金成怡 尤其是今天的金成 又拉一根涨停板 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南部房地产 这几年投资房地产 基本上都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像我们说统计过去十年 涨最凶的 基期低的买房地产跟买股票 道理一样 低基期 后面的空间爆发力比较大 都是在台南跟高雄 黄仁勋的第二座算力中心 会在鸿海大楼 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所以他已经把财富地图 都规划好了 这个部分额外讲一下 你要剥一部分的资金去做房地产 我认为其实结果还是不错了 只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法规的问题 你没办法短进短出了 这个部分当然重点我们还是拉回来 经济部长换人了 现在从以前的A加补助计划 变成一个大A加 受惠的是谁 AMD 挥达 讲求的是更大的企业 就是会进驻到台南跟高雄 相关的概念股 后面会从AI的硬体延伸到软体 一个族群一个族群都会慢慢的发动 在这个地方也请投资朋友做一个留意 甚至我们说短线 你还可以搭配一些小技巧 什么小技巧呢 来这个部分我们也稍微分享一下 我们帮投资朋友统计一下 从上个礼拜 因为现在已经是月底了 我们就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操作的重点持股 第一个了 这一次的股东会 我们说了 只要是公布一下正面良好的 未来展望以规划 其实都会有一波行情 然后6月就是股东会的高峰期 所以也请投资朋友不要忘记 不要留 要记得要去留意 相关的概念股进场的时间点 像今天刚刚我们一开始讲 6125的广运 今天也是开股东会 今年的股东 只要你针对下半程的营运展望 是偏向于正面 股价都不会表现太差 与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所以近期我们的总报酬 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来 最后一档一档的 跟您做一个重点总整理 哪一档 泰森 波段获利40% 6125的广运 也超过45%了 2354的红转 今天麻烦 帮我们把后面的绩效自己加上去 6117的银光 也辛苦一下 计算机拿出来 帮我们把后面的绩效全部加进去 然后我们说 新的布局新的方向 都是从第一档开始布局的 只是节目时间不太够 没办法细讲 如果你现在跟着我们操作 我们推出的是短期优惠方案 绩效是不打折扣的 但是怎么样 汇费是比较便宜的 也体恤投资朋友的辛劳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集见 收集 Wizards 在其他标志 between